给你们平安 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 让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 领受生命的智慧 我们今天要来看 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那么雅各书第一章 第一节是一个问安 那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 其实所讲的就是 经历试炼的智慧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 全备的一个经历 所以从智慧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明白试炼 对于基督徒人生的意义 而从全备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认识有试炼的经历 才有完全的智慧 第二到第四节 他就讲到经历试炼的意义 那第二节所说的是 经历试炼时 应该有的心态 就告诉我们 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们要得着喜乐 特别是在试炼当中 要以为大喜乐 我们真的是需要 有从神来的智慧 当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是要站稳在 合乎真理的道路当中 而当我们能够站稳在 合乎真理的道路里面 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神 完美的计划跟带领 然后能够认识 经历试炼 对于永恒生命的荣耀 是有何等大的帮助 那当我们能够认识 经历试炼 对于永恒生命荣耀的建造 是有极为美好的帮助的时刻 我们才能够在艰难当中 有这个生命果子的盼望 我们能够期待 我们属天的生命的果子 能够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 那也才能够进入到 就是相信每一件事情 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那才帮助我们 能够正确地看待 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要有从神来的智慧 从上头来的智慧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么当雅各在写 雅各书写到这里的时刻 在当时的环境 是西律王正在逼迫教会的时候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 我们可以这样认识 就是雅各鼓励众圣徒 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他们正面临着 很大的逼迫 但是以启示的角度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患难当中 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不是出于罪的苦难 是蒙神纪念的 这是能够使人的生命 越发的荣耀 那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再更多的来思想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 有很多的原因 会造成我们的痛苦 那有一个部分 是因为我们的罪 使得我们产生的痛苦 不论是这个罪的本身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带来的痛苦 或是这个罪 使我们进入到一些的网罗 进入到一些的困难的环境 使我们形成痛苦 这是一种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为罪 所产生的一个困难 那么在这个痛苦当中 神要我们来悔改 让我们离开这个过犯 但是另外 如果我们是为了爱而受苦 就是因为爱一个人 然后当我们对他好 当我们要帮助他 他却还对我们 是像我们是他的仇敌一样 来对待我们的时刻 那么我们那个时刻 得一种痛苦 这是另外一种 但如果我们面临 就是我们爱一个人 但对方还是以 以敌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我们却能够持守一个爱他的心 并且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用更好的方式来爱他 我们在忍耐 在等候 在爱的里面 其实这就是一个 生命不断的成长 那我们的身量不断的成长 我们里面的爱跟怜悯 我们生命的荣耀跟智慧 不断加增的过程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苦难 其实是蒙神所纪念的 这就能够使人的生命 能够越发荣耀 那当然另外一个 也有可能是比方说 忽然之间遭遇患难 遭遇这个没有预期到的 一些的损失 那这样子的痛苦 就是上帝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的定睛在 永恒里面 并且在信心的当中 能够看见神 要带领我们的人生 走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故事 美好的见证 其他的或许还有其他痛苦的原因 但是在信的人 在我们知道神是真实 并且可靠的人来说 那么我们一切经历的患难跟痛苦 当我们愿意来寻求神 愿意来改变更新我们自己 愿意看见永恒的道路 那么每一件事情 他都必定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真实的信心 没有对永恒有真实的认识 那我们遭遇一些的事情 我们就会以为是非常的事情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就会使得我们对神的信心 就会产生打击 甚至于产生困惑 就会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就会站立不住 所以落在百分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这是需要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 那喜乐的缘由 是因为我们知道 经过这些的患难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产生出天上所纪念的 产生出荣美的生命 产生出让我们与神 更加紧密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落在患难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因着期待后面会发生的美好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时刻 我们能够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功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了 那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使得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能够带着真实的盼望 能够在现在虽然还在困难里面 我们里面却有从神来的喜乐 从神来的平安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生命里面的喜乐跟平安 都不断的加增 谢谢大家